这条女人说她的鼻血会倒流 懵逼的医生瞬间一脸懵逼 立马拿出纸巾擦拭起来 我的天哪 这哪里是什么鼻血 显然是有什么东西钻进去了 医生急忙拿出手电筒帮女人检查起来 仅仅捅了半个多小时 一个黑色物体就窜了出来 两人当场被吓出了猪叫 害怕的女人害怕极了 不停地询问那玩意是什么 医生表示应该是某种生物 她利用女人的鼻痘穴来到处移动 女人的尿布湿都被吓湿了好几条 说什么也要医生把那玩意给弄出去 评论区输入抱抱自己就能触发这个特效 不知道的抓紧去试试吧 医生拿出一把小小的大家子 守在女人的面前 静静地等待着小可爱的再次出现 果然不到三个小时 小可爱就慢慢地迅速爬了出来 医生刚准备把她给拽出来 结果下一秒 女人就友好的给了她一个大嘴 女人说什么也不敢弄了 哭着喊着要回家找妈妈 无可奈何的医生只好找来同事帮忙 在两人一番友好的吓唬下 女人这才妥协下来 趁着小可爱再次落头的时候 医生使出吃奶的力气 终于把她给拽了出来 居然是一只肥美多汁的马黄 就是不知道是烤着好吃还是清蒸好吃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这条男孩大喊着救命 说他的朋友快要不行了 父亲告诉他御事千万不要慌 接着就不慌不忙地把断枝交给了医生 男孩告诉医生朋友流了很多血 在他们车上已经没了动力 一坨医生二话不说就冲了出去 结果眼前的一幕瞬间亮下了 他们的太和金狗眼 所谓的朋友竟然是一只小鹿 医生表示咱们这可是省城正规的大医院 我们是救人的医生 父亲也让男孩别胡闹了 回家顿顿准备吃肉吧 看着男孩期盼的小眼神 医生还是心软了下来 二话不说就爬上了汽车 他让同事立马准备急救用力 懵逼的同事瞬间一脸懵逼 自己什么时候变成兽医了 仅仅消化了三个多小时 他们就开始认真地给小鹿检查起来 经过诊断小鹿的胸部和腰腿部都有伤疤 男人表示还是抓紧让他回家顿了 结果没想到医生也杠上了 直接拿出了电击板 一旁的同事担心自己是不是以后要改成兽医了 只见医生对着小鹿就电了一下 结果下一秒 小鹿猛地一下就站了起来 他们居然成功地救活了小鹿 懵逼的男人也是一脸懵逼 就是不知道这治疗费用该怎么出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120个月大的男孩得了怪病 两只手上竟然长了几十斤重的肿瘤 就连从医几百年的医生也是一脸懵逼 男孩好奇地询问是否可以治好 看着医生勉强的表情就知道有多么棘手 走出病房的医生十分地生气 因为男孩去年的症状可轻多了 现在的肿瘤太大 可能已经把所有骨骼都摧毁了 根本就无法确定软骨下面 是否还有骨骼够拼成一只手 现在必须先去做组织活解 才能够全面掌握肿瘤的情况 经过检测手上的肿瘤中有癌前细胞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截肢了 如果一旦失去双手 对一个一百多个月大的孩子来说 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为了能够尽可能地保住男孩的双手 医院组织了几十人的团队对他进行手术 他们需要在男孩的肿瘤中寻找 是否可以使用的骨骼 一旁的护士已经拿好了西瓜刀 随时准备进行截肢手术 医生表示没有自己的指示 千万不要再动那个玩意了 直到确定没有希望了再说 很快医生就找到了男孩的月骨 幸运的是月骨很完好 接着周壮骨和四块腕骨都被找了出来 现在只差长骨了 就在医生考虑把其他骨头移植过来的时候 他们幸运地发现了隐藏在深处的长骨 这下终于凑齐了所有的骨头 手术室里也传来了一阵欢呼声 经过手术男孩终于可以自己拿东西了 不要钱的小星星记得点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